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韋德 你剛剛在幹嘛 沒有 我就想說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老師 聽說陳慶是個民歌歌手 我想說準備一段秀一段 可是你剛剛唱的 好像不是民歌吧 真的嗎 那你今天準備了什麼 我嗎 好了 算你有做功課 我今天有準備一個東西 你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紙盒 大家看得出來嗎 有人 謝謝 感恩 誰看得出來 跟紙盒不是都是打開的嗎 不然之後一個動作給你折好 是怎樣 就把它打開就好 對 把兩邊打開 看一下 等一下 看到什麼聲音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 方君 我覺得現場應該有人 我覺得現場有同學 我覺得他們配紙盒比你好 喔 意思是說我們在座的各位 也跟我們兩主持人一樣 非常了解我們接下來的講者 楊仁強 楊老師 對吧 有沒有同學想要上來 跟大家比賽一下 所謂的折子 有沒有 現場報名 對 不一定要紙盒 對 不一定要紙盒 我們一樣有禮物 有沒有同學 不是 不一定是這一個 對 今天那個只是個樣本 有人願意的嗎 舉個手 有嗎 有嗎 有人願意嗎 可以 喔 快點 歡迎一下 什麼都可以折 什麼都可以折 來 歡迎 一個掌聲歡迎 還有一個同學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個名額 對 還要再兩個人 每個人上來 我們雖然是比賽 但是每個人上來都有一個名額 算參加獎 喔 歡迎 歡迎 有啊 有嗎 有 有一個老師 這邊 可以上台者 有嗎 有 好 那個同學 我們先正方形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三個名額辦囉 好 那我們請三位貴賓 都請先上台 超大 超大 超大設置 怎麼樣 你喜歡哪一張 我們有 我們先來請問 我們有黑色 藍色 還有橘色 先給老師選好了 橘色 好 那你呢 黑色 黑色嗎 那 抱歉 這真藍色 我可以先問一下 你要折什麼嗎 不要害羞 講出來沒關係 會 他們說要紙飛機 紙飛機喔 欸 有人說打架了 他的表情 你看他多兇 再也請大家看好嗎 飛機有很多種嗎 應該是戰鬥機吧 我要折黑色的紙飛機 欸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老師已經開始折了耶 好 那我們今天來換關那個紙飛機大賽好了 等一下看哪一架飛機飛得最遠 我幫你 那我問一下這個 同學請問你是哪一個系的 外文 外文 幾年級呢 一年級 一年級 現場有外文系的同學嗎 可以給他一下花護身去為他加油嗎 我覺得他很難過 你都不問他的名字 偉辰 偉辰 大家說對hello hello 好 那我問一下旁邊的女同學 你的名字是 我是社工系的 好 她的名字叫社工系好了 那我們的美女老師呢 所以是學姐嗎 學姐好 學姐好 學姐也在折紙飛機嗎 我覺得是戰鬥機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的紙是正方型的 你們的飛機飛得出去嗎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投 射到後面主控室 喔 如果射到主控室的話 我們今天我們戲會有準備一千塊禮金 哇 好 沒理我算 欸 那同學請問一下 你有男朋友 女朋友嗎 還在找 還在找 正名有就對了 那你覺得方君可以嗎 欸 現在不是公開正有好嗎 對啊 喔 好啦 我是主持人 方君 長感性 好啦 現在 那同學 你有沒有男朋友 蛤 我們的帥公系妹妹好可愛喔 蛤 我也會想 蛤 蛤 蛤 他會回去 蛤 我覺得我們現在 不要影響 影響他們認真摺制 我們現在先來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待會要邀請 好啊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有任翔老師呢 他的主題叫做 那些你遺忘了老祖宗的智慧 那在2010年的時候呢 我們的陳文謙老師 其實也有對任翔老師做過一個專訪 然後他有說到說 像剛剛一開始韋哥有在唱歌嘛 然後我們的任翔老師他16歲的時候就出過唱片囉 而且是兩張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現在的折職比賽其實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關係可大了 因為我們的任翔老師他非常非常會折職 因此我們今天才會請我們的貴賓上來跟我們一起比賽折職 我覺得他們好像也快完成 喔 第一個已經完成了 你要試飛一下嗎 呵呵 我們先往這樣子飛好不好 你設公式朋友在哪裡 你就往那邊 欸 設公式朋友給他一個歡呼好嗎 好啊 好多喔 我們在後面也怕射太遠 好 來準備 1 2 1 2 1 2 好可愛喔 來 第二位 你的有辦法丟出去嗎 我要丟嗎 對 丟 好的啊 好的啊 他已經閃架了 那我們的學姐呢 子賀 這也是子賀嗎 喔 好可愛的胖胖小子賀 我覺得像天鵝 那這隻會飛嗎 他有辦法飛飛看嗎 可以給我們的學姐一個換呼聲嗎 可以給我們的學姐一個換呼聲嗎 對 要飛出去 飛出去 不要搶球 不要搶球 給大家觀賞 那你要以什麼樣的一個角度 讓他觀賞到你的設置背景 對 等一下擺在這中間 文謙老師會看得 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可以把它擺上去嗎 好啊 好啊 好 好 欸 有點難擺欸 他選了 他立不起來 喔 好了 OK OK 那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張啊 有沒有人還要跟志願上來的 好喔 沒有就算了 欸 那我們剛剛練歌啊 我還沒監討完欸 就是 明歌 你剛剛唱得好像不是喔 那 那你要我怎麼辦 你們覺得要慢慢再唱一首嗎 我聽到不要 有人說好欸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可以大聲一點嗎 走讀書而背 好 欸 好耶 耶 掌聲歡迎 其實我們剛剛Rega沒有這一段 你們想聽什麼 其實他是怎麼唱 滑板鞋 滑板鞋 畫成語版本嗎 好 他沒聽過好了 算了我們不要為難主持的人 我們 好好讓我們的演講者來演講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最熱情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傳家系列作家 姚任翔 姚老師 以及 陳光倩 陳老師 掌聲歡迎 哇 您應該自己主持了 各位 您好 非常謝謝任翔 您知道因為他答應今天要來亞洲大學 他自己家裡臨時有事情 那他就去了東京 那因為他要在東京 他的先生是姚恩喜建築師 所以他們在東京可能有一個很大的event 一個活動 所以他剛剛下桃園機場 只為了來為你們上次查課 因為他說他答應了你們 然後明天早上清晨 他要立刻飛回東京 我們特別謝謝任翔 親愛的您 剛才已經起了一個單單而動 這種開頭 是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是 歡迎你出場 對 我認為你這種表演方法非常好 所以 我可以告訴您 OK 請 謝謝 各位在場的各位 我看到你們都很年輕 我想你們都屬於我的小孩 還有小孩 我最小的兒子今年二十二 二十四歲 所以我想你們 你們大概 誰高過於二十四歲 真的很多 好 我有這個資格 我就以為母親的口吻 來跟各位講 來跟你們分享 這一套 我寫了一套書 傳家中國人的生活聚會 這一套書 最終談的是生活跟文化 那我所敘述的事情都是小事 但總結起來呢 它卻是我們最重要的生活紀律 跟還有我們很多生活的智慧 在這個當中 在文化這一方面呢 我自以為呢 扁平的時代 現在是個扁平的時代 在拉近跟拆解了 所有的文化的難民的同時 更需要特意努力於自我的血統的傳承 人跟人之間 在不同的屋簷之下 會產生一種不同的文化氣質 文化傳承 所有的旗艦跟誤會 一定要用先做充分的介紹跟解釋 才能夠化解 我經常在想賓拉登 如果賓拉登 當年知道如何寫一套 屬於伊斯蘭世界的傳家 讓我們看到他的餐桌上吃的是什麼 他們是怎麼樣編織他們的地毯 他是怎麼樣養生的 賓拉登是怎麼樣跟他的孩子對話的 只要他懂得以家為單元 為對景 來說出他的信仰的話 相信一定可以揭開神秘的面紗 他博得西方世界的同理心 很可惜 賓拉登在他給西方 這個世界的第一封信裡頭 沒有用大量的視覺的手法 只用冷冰冰的文字寫的 比如有一句我印象最深刻 說你們西方世界 你們濫用女人 這種字眼來形容 來批評西方世界 其實我身為女人 累得個半死 真的只覺得被濫用多年 所以呢 我很開心地聽到有一個人 大膽地說你們濫用女人 這句話真的我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是淋離婚律 我想其中一定有他的原委 跟他的智慧 但是我們的賓拉登手上 沒有一套精美的傳家 他不懂得跟外國人 說清楚自己的文化 說清楚伊斯蘭世界思維跟邏輯 說清楚天上的天主阿拉 除了極端以外 一定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需要傳承 所以各位要知道 傳家在某些程度上 是一個自我的說明書 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出一套 屬於你們自己的傳家 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將來這套傳家 可以是讓你的朋友 或讓你未來的親家 或讓你未來的先生 能夠認識你的一個武器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出版人 只是因為2010年那一年 是我的老大 他大學畢業了 老二二十歲 老三高中畢業 那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我想有一個宣誓 能夠讓自己 能夠做個階段性的交差 於是呢 我就以一位 承載著中國文化的母親 來跟兒女們丁寧 怎麼樣用上一代所教導我們的智慧 來處理他們未來的生活小事 進而怎麼樣走他們的齊聚大陸 我在2010年 如期的交叉了這套書 那這套書出了第一個版本 在台灣發行 我自己也不是一個什麼專業人士 更談不上有任何的行銷概念 更沒有任何的發行概念 所以呢 當時呢 我就說 我要用這套書呢 來做一個公益 所以呢 我就自己隨便標了一個價錢 說我要以一套 兩萬塊錢新台幣的售價 來幫華谷大學募款 結果出版之前呢 就被家裡的人嘲笑說 我是一個瘋子 哪有人這個樣子 結果呢 在兩年的期間 這套書呢 募得了新台幣七千兩百萬 好 那麼 這個這個的結果呢 疊破了很多人的眼鏡 幾年過去了 我體會到 其實我並沒有風 買的人也並不笨 事實上 這是一個供需的問題 可見有很多人 事實上 他們是真的 能想好好地經營一個家 但是因為現在的人 每天只關心別人的問題 大過於自己的問題 這因為現在的媒體 跟行銷 跨掘了大部分人的心靈 而把最近距離的事情 全部忽略了 所以傳家的一目兩然 跟親切性 產生了無助的共鳴 我是名副其實的歪打正著 那募款結束以後呢 這套書在2012年正式開始在流通 就是市場上流通 它的售價少了一個零 我仍然不收取任何的酬勞 只是因為我認為 這套書的所有內容 不是我所編的 著作權來自 源源古古久久的故人 傳家的出版 陸續 傳體版跟結帝版出版以後呢 好似換取了許多人 共同的壓箱寶一樣 從許多的迴響之中 我看到在這個消費主義 物質世界 個人主義 躍居極端的時代輔流中 仍然有那麼多的父母 跟我一樣 擁抱著一樣的心情 急切地想要把整大包的文化資產 存入下一代孩子的生命帳戶中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非常心甘的事情 這套是我所提到的 已經或者是將來未來 一定將會出現在你們的人生道路上 請你們比對填入你們的經驗 用你們的手機拍下來 成就一本屬於你們自己的文化傳家 不管你有沒有傳家 生活的軟體絕對比問題要重要 讓文化進入你的生活 製造出別人沒有辦法複製的文化生活 這是一個另類的生命課程 我觀察到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這跟他們的成就高下並沒有關係 但我觀察到巨凡尊重文化 身體力行的人 這些人特別的有意思 在我的心目中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生活的專家 一樣的生活著 因為他們善用既有的底蕴 因此他們總有辦法 作用藝術級的人生 今天我用一個新的手法來介紹這套書 因為這套書它分成了剩下秋冬四本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 正在翻譯成英文版本的日文版本當中 所以為了外文版本 我們分成了六個單元 這個六個單元是 第三個單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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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為食 第四個單元是 降薪手藝 第五個單元是 其家心語 第六個單元是 健康養生 我們用這六個單元 再依靠今天的時間 來做今天跟各位介紹 那我在介紹這套書的時候 是由我自己住的地方 盡量記錄 現在最會看到的呢 這是春天陽臨山櫻花夏的野餐 你們可以看到 這是宋朝時代金氏獻堂的飯盒 然後接下來我們介紹了 夏天南澳的海邊 我為什麼會要用這樣多的圖騰來介紹 各位想想 你們想到日本你們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榻榻蜜茶漆對不對 你想到法國你們想到什麼 OK 生活有塊 生活有塊大概是不是 美酒啊 美酒或者玫瑰花之類 可是你想到中國 或者你想到我們在自己 This part 我們的生活你想到大部分 人家在形容我們的話 會形容一個宮廷 平具的臉啊 公燈啊 或者是任何事情 都存在於我們國務館當中的 可是我今天要做這套書 我有想要告訴別人 其實上我們生活 用精緻生活在哪 所以呢 我覺得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不太適合 不太擅長用的是氣氛 不太適合營造氣氛 所以我做了很多氣氛的設計 像這張照片 就是在南澳的海邊我拍的 就是我在介紹的是我們的藍染藝術 我們伊蘭藍染藝術 我們伊蘭藍染藝術 我自己在這塊大腹下 那我介紹寫了一首詩叫藍阿藍 在介紹的是我們母親藍染藝術 那秋天介紹的是洋藝術 水山下的下午茶的景緻 結合了燒烤跟奇藝 冬天我們台灣有著名的溫泉 我讓我的模特兒們 穿上了紅色的 遭就了這張 就有一個朋友的一張 因為我們知道 行溫泉是坦承相對的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介紹的是一個 溫泉食譚小酌的一個氣氛 我們現在就用這四張圖騰來介紹 生活中我們有哪些氣氛 接下來我們就介紹我們的 歲時節慶 我跟孩子們介紹的是 古典的節慶怎麼由來 每一個季節我選擇了兩個節日 怎麼吃怎麼玩 由來以前怎麼過 現在怎麼過 然後我也把我的經驗告訴我的孩子 來介紹我們的 到底怎麼來過節 因為有時候跟孩子們在談區元 為國跳河之境 孩子們會說 媽媽她為什麼要跳河 她為什麼要跳河 她或者你跟她講 就是你們的態度不一樣 所以像今天好像 我在介紹的這些圖騰當中 我盡量選一些比較適合各位 比較養眼的圖騰 這張照片的所有的燈籠 是我自己重做的 因為現在台灣入場 我到福州跟香港找人做的 然後這套書有見縫插針的說法 在哪裡講到什麼 我就要做到什麼 像在這邊我們介紹的 在中國的Desert 元宵湯元 中國人的Desert 大概就是這九種的Desert 甜點由來 然後清明節 我介紹中國人 孝思行為 福州文化全州文化 會在這一天吃潤餅 度福有 郵春日春盤細生菜 韓食節由來介紹 還有最重要的 就應該介紹的是 吃一個正確的 吃我們要吃這一鍋 小小的東西應該怎麼做 潤餅應該怎麼吃怎麼做 小小的一鍋東西 你要怎麼樣瀝掉它的水 這些東西是我認為 一定要往下乘船的 在清明節大家燒紙錢 我們都知道紙錢 不知道紙錢上面 有著天地鬼神佛號的文化 所以我把這些圖騰 重新繪製過 不管你相不相信 但是我們生活中 最常見到的一個習俗 我也感覺到 自己在做這個單元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一個民族想得出來 用這首跟鬼神談判的一種機制 這是我們獨有的 對阿武節的文化 華龍舟的文化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各式各樣 那在這張照片上面的那個蛋 真的是正午的時候立蛋 當然還有熊黃 艾草 香草等等 我來介紹 七夕只是一個中國人 最浪漫的牛郎之女節七夕的由來 那秋天的中元節 與中國人們 美國人的萬聖節 我們有放水燈的文化 普渡眾生 這裡呢也常常介紹一些 大家經常在一些 時候看到一些店面 三分五十的會祭拜 到底他們在拜一些是什麼 我們在這裡有一些介紹 中秋節的由來 那台灣的中秋節相當於烤肉節 怎麼樣烤肉 月亮代表我的心 這些都是個重要的 中秋節元素 那這是告訴你怎麼做鳳梨書 然後你知道鳳梨書怎麼包裝的技巧 因為台灣就是有名的就是鳳梨書 然後我也包裝它怎麼做這個盒子 在這邊都介紹 冬至大過年 冬至是要帶祖先的 這是中國人祖先圖 那麼我也提到了順便提帶就是說 各位家裡很多人有祖宗排位 但是你知道中國大陸 很多人沒看過祖宗排位 祖宗排位到底擺放的規矩是什麼 過年是我們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 從聰聖生日到初五 各式各樣習俗的介紹 土石的介紹 古龍武師放編號 花紅包手碎 天氣祥圖案 以及我們中國人文字圖有的對聯 藝術的文化 對聯的文體 這樣子的藝術 真的是只有中國人才有資格享受的 那我也利用 我們常識到一個菜叫做佛跳牆 寫了一篇名為佛跳牆跟家族術的文章 談自家不同的族群的融合 那你們各位知不知道佛跳牆做的原理原則是什麼 最好吃的原理原則是什麼 做佛跳牆怎麼樣才會好吃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你們太年輕了 我告訴你們 我直接告訴你們大家 佛跳牆的原理原則就是 每一道菜要保有它自己的原味 但是融合起來要清淡有味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保有自我獨特的味道 那我就利用這篇文章來講一個家族的融合 我的父母親來自中國大陸 來京等以興 我的公公是在台灣日紀時代出生 他到20歲才開始開口學中文 我跟我的先生出生在台灣到美國念書 我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到台灣念書 他們的第一語言是英文 我們這些人來自各種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背景 我們一家人要融合在一起 真的就像是一國佛跳牆 我們要怎麼樣相處 然後這個是在講 我相信我的敘述 也幫在座很多人做一些敘述 還有各省的年糕文化 台灣女人跟八糕之間故事的介紹 那麻將是中國人在過年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遊戲 那麼我們在這邊也介紹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傳承 是這一張台灣麻將排數計算辦法表 知識一定要往下傳承 知道是什麼重要的 你的咪咕咪咕算多少班 然後自摸到底什麼 咪咕咕咕帶自摸算多少台 這些事要白紙可以請 紅紙可以抓緊一下 好 那麼在這邊我們帶領 你就期待了中國人的象棋 是怎麼樣傳到日本圍棋 怎麼樣傳到這邊去 在每一個節日我們都送禮 就是這邊再告訴各位 我們在送禮 要有怎麼樣子的心情 跟那個節日有關係 怎麼樣設置一些禮物 那我就在這套書裡頭 在每一個不同的節日 就介紹我們怎麼樣送禮 怎麼樣利用種葉來包茶葉做禮物 或者我們怎麼樣送給人家 一個包裝 比如說粽子 我這邊有一個粽子的包法 你一個一個跟著做 來直接做這個粽子 那麼中秋節 各式各樣中秋節 跟顏色有關 跟中國人詩句有關的禮物 然後這一些禮物都有些意義 所以很適合在每一個過節的日子來過 那我在這套書裡頭 完全都有介紹這些圖騰 怎麼做 大家拿來照抄就可以來做 所以這些 還有中國人的十二生肖 怎麼樣做成聖誕塔 怎麼樣來做成適合那個當令的禮物 那這是一個龍盒子 這個龍盒子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一個2200年一個龍盒子 所以這是現在最 剛剛的這張照片的是那個雞年 雞年非常重要 今年我就用雞的羽毛來做 那下一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是 以食為天 我們在 我不是在講食物的食譜 但是我在介紹主食 文化食物跟零食怎麼做 所以這邊都是以鋪天蓋地的手法來介紹 像我們在介紹米食 我們在介紹食 介紹米食賣點 還有素食 還有雞鴨魚肉 那我們在這邊介紹米的時候 當然我們首先介紹米 怎麼樣鮮堆 台灣出來各式各樣的好米 米的做法有半炒蛋法 吹蒸的 餵煮的 用竹葉跟絲飯有關的 跟紐樣有關的 跟點心有關 跟圓團有關的 跟粉片有關的 跟高火有關的 跟粥漿有關的 跟零食有關 所以你想想看 全世界哪一個民族 能夠用單一的一樣東西 能夠替自己做出一個 屬於自己的食物 所以光就這一點 你就應該很高興 我是剛剛從日本回來 日本就是會當禮物 你很好吃沒錯 可是它的種類 還是沒有很多 介紹麵點 麵點怎麼做 馬可波羅來了 來了中國以後 怎麼樣把麵點 帶到我們這個面食文化 這邊就介紹 那麼這邊也順帶介紹西風引路 這是自秦朝開始西風引路 就是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歐式麵包 這就是這個所謂的East 來源 怎麼樣的自然風乾麵包 那這邊介紹 這邊有個南方女子的美方大夢 我們介紹中式麵團 告訴你中國的麵團怎麼吃 聖陶高筋三分 要加低筋兩分 那可是你如果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處理 然後各式各樣的麵 並各式各樣的 怎麼做 這邊介紹了一個台灣牛肉麵 一起放七個步驟 其實你們照做 牛肉就是怕狼 所以八十八分鐘 八十八度C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所以七個步驟 你可以自己做 你自己的傳家牛肉麵 那我們這邊也一旦介紹了 蔥油餅 中國人是不加料的 所以餅怎麼做好吃 所以餅 我畫了四十幾個圖 求了這個娃娃 這個娃娃 你看這個娃娃麵要怎麼樣 要打坐 所以要請坐 然後要打 我們不用打 不用任何的法等 我們用打的方式 所以這個娃娃在哭 為了你們 我把這些東西 要用一個視覺的手掌 讓你們在落幕不忘的狀況之下 瞭解一些食物的原理原則 那這邊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麵 它是什麼樣的分晶 它的由來 它有沒有調味料化學 所有成分 這是我們家最有名的炸醬麵 然後呢 這是各式各樣的包子 各式各樣的饅頭 然後各式各樣的餅類 然後呢 這邊是各式各樣的點心 所以 還有一個我們聊起四點鐘出爐的麵包 那麼素食呢 我們就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中國素食來介紹 幸福的我們 有多少素食可以選擇 從根精類到麵精類 麵精類到醃製類 醃製類到葉菜類 從葉菜類到菌種木耳 芽菜豆腐類等等 一詳細的介紹 它怎麼來源 怎麼吃 它的邏輯是什麼 中國人怎麼樣 你要看一個民族 你看他吃什麼 這是中國人的蘿蔔 老蘿蔔 你看這個是蘿蔔 這幾個老蘿蔔 上面都出現了鹽燉 這幾個九十年的蘿蔔乾 所以來自各種不審 不同的蘿蔔的做法 還有各式各樣的青菜 還有蔥薑蒜 我自己也不知道蔥薑蒜 在台灣是多麼的重要 然後我們平常在台灣 平常一定要吃到很多蔥薑蒜 所以我們只要有這份樣的東西就可以了 豆腐的由來 粉絲粉皮的做法 中國人怎麼吃豆腐 然後呢 起司 中國人的起司 這是豆腐乳 它的妹 這是豆腐乳 我因為找不到這個人 可以幫我拍這個豆腐 所以事實上 這個毛卷是我自己接種的 臭 接下來是臭豆腐 臭豆腐的介紹 它就是聞起來是臭的 吃起來是香的 各位千萬不要在網路上吃臭豆腐 你們要不要 要做臭豆腐 自己學 這裡有recipe 因為在外頭吃的臭豆腐 真的不見得到會傷身體 那這邊也介紹了生理的針法 介紹我們菇俊淚 這是我們家裡的老樹 這個老樹上的靈芝 你知道中國人的圖騰怎麼來的嗎 中國人最早的圖騰是靈芝上來的 靈芝上的圖騰 就是我們吉祥土難的由來 那麼我們這邊呢 這是我自己學的接種 各式各樣的圖 這個內藍圖很貴 我們剛好在做 我們上海的公司 剛好在做 一個昆明理工大學的工程 所以每次我們有間公司 我說幫我帶回來 所以幾年間我就成就了這一張 一百科全書 這裡面除了white truffle 沒有其他都找不到 然後我自己還養雞 養八個月 然後跟吐雞跟蛋 對話 我在講有雞的重要性 我還去訪問了香港雍雞的老闆 說為什麼他的皮蛋 要去香港雍雞吃皮蛋 那皮蛋的黑心一定在正中間 還有呢就是說 你要看任何一個民族 他的文化 你就看他怎麼吃蛋 他會吃蛋 表示他是一個文化民族 我自己呢在家養雞 然後幫我做電腦的人 有一天來跟我去一起說 我多餵養雞啊 我就說 那他是蛋雞 他就說來恨雞 他就幫我蓋了羊雞來 然後我就在家 他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給你這個籠子 然後這是他的飼料 這是他的被子 然後呢大概就在24度 如果冷過於24度呢 你就給他蓋被子 然後這樣子還有個小燈 那過幾天呢 我又去了布朗布朗 布朗布朗的潘老闆說 我多餵雞 我就說我希望要你給我的雞 所以他又把帶了兩隻土雞來 我就把我們家的那個蛋雞呢 放在二樓的陽台 這兩隻土雞呢 就放在一樓的這個院子旁邊 我們家有六隻狗 雞飛狗跳 雞全不寧 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告訴你 每天你就看到這個土雞呢 在跟每天為了這個跟狗 要拼命呢 每一分鐘他的腎上腺素都高 他的毛都完全站起來 每一分鐘都要跟這個狗要打仗的樣子 反過來那個蛋雞呢 很準時 每天下午四點鐘 你餵他 四點窩咚窩咚 兩個蛋一定出來 準時四點 也不會在三點五十五 也不會在四點五的 他就在四點正式下一個蛋 很準時 那我就開始吃 那我要給我的這個蛋雞 給他試試看吃我土雞的東西 我土雞根本沒有飼料 就是我們家的一些種菜的東西給他吃 結果開始吃吃吃呢 這個蛋雞就開始不准吃一項蛋了 就開始不見了 這個蛋就不對了 然後下來或者是 一下一落地 那個蛋殼就破掉了 那反過來這個土雞呢 這個蛋出現在他的這個院子裡 我要去找回來翻來翻去 那這個兩隻蛋土雞 一個禮拜大概能夠求得 九顆到十顆的蛋 可是你要去翻箱倒櫃的去找 可是這個蛋打出來以後 蛋黃在這裡 你把牙籤站上去 他會站得住 可是反過來那個蛋雞呢 那個蛋就白白的蒼蒼的 那結果呢我就開始 我一定要我這個蛋雞 我要學它 你要吃自然療法 你要吃 所以我就開始一定強迫它 我就不給它自量 結果它就開始不吃 他跟我拒絕 他不吃 他就是不吃 我說你不吃 我就不給你吃 結果後面他們就真的個蛋煙 各位你們要覺得 他們為什麼不想吃 不是 他們就是肯德基跟麥當勞 吃太多了 口味已經吃重了 在座的各位 你們一定要自己知道 當你那種 就一定要吃到鹽酥啊 麻辣啊 就成為你的口感的時候 你這一輩子 已經是一個食物上的歸路 要知道選青蛋 這是我自己養肌的很重要的原則 那冬天我們介紹了肉 各式各樣的 每一個部位怎麼吃 大椒南北怎麼吃 雞 雞的做法 各式各樣的雞 還有鴨 南板鴨 煤烤鴨 怎麼樣子的做法 這邊都在介紹怎麼吃豬 中國人最擅長的吃豬 我們從豬的四神經 一直到吃到豬的尾巴 豬的四神經 我們叫做龍經 吃到這道菜叫龍經 各位看到現在這張圖上的很多的照片 很多部位裡面買全都買不全 這是現代社會的悲哀 那牛怎麼吃 然後羊怎麼吃 各位知道美麗的美怎麼餡 美怎麼餡 養大為美 說文解字上 中國人最美的定義 最早就是吃羊肉開始 還有魚 各式各樣的魚 魚丸的做法 台灣海域 各式各樣的魚 這邊有兩百多種 包括五十多種台灣海域 常常能吃到的魚 那主持講完以後 接下來我們講文化食物 文化食物的定義 就是中國人有 如果從中國人開始 當中講茶葉 中國人的茶 還有講茶具 因為茶葉的 到那個學問時代太多了 我最後實在不敢寫 就繞著這個茶具再寫 然後我就寫 中國人的早餐 真的是很了不起 麵粉包麵粉 各式各樣的早餐 現在我們介紹中國人的豬 豬跟中國人的關係 然後這邊豬 告訴我們人要高空了解 這些人在介紹 然後各式各樣的損乾 各式各樣的挖土損的樂趣 還有呢 中國的女人每一個人 大概都多少少都一個 組織的器皿 秋天我們介紹的是 中國人最熬貴的飲食 大雜蟹 介紹怎麼吃這個大雜蟹 怎麼樣吃的 拿出那個肺 一直到怎麼樣做一個 南方女人呢 下半年要做 要拿的那個 叫做蟹粉 這是蟹燕 就是說我們在吃螃蟹燕的時候 通常這是很昂貴的奢侈的 這種小說的印象 當螃蟹吃完了以後 這個佣人拿出來 要不要去沈你這個骨頭的時候呢 這個客人呢 非常懂得 要把這個螃蟹的兩個大鉗子呢 左右一放 放到這個盤子裡頭 同時呢拿出一個紅包 來謝謝這個 這個用人 這個是很有名的 叫做蝴蝶燕 吃到蝴蝶燕 就是吃的是螃蟹燕 那我們這邊介紹的是這一鍋 怎麼樣做海粉 在這個時候集結一下 我們來做海粉 怎麼樣做 這個海粉 小小的一鍋 記下的圖案 說明告訴你怎麼做 未來的半年 就是螃蟹季節過了以後的半年 你就用這個東西來加料 任何東西都好吃 我們這邊介紹中國人的風乾 中國人的醃製 還有火鍋的介紹 還有乾貨 各式各樣的介紹 我們做這個火鍋的料 這邊呢 是醃製 醃製 我們這個醃製 醃製大概就是這片彩 我覺得你們大概從來不知道 醃製東西 或者可以風乾是什麼東西 在剛剛聽我們介紹的是 中國人的酒 各式各樣的酒 詩酒 跟酒有關的一些 我們都在這邊做了介紹 在 在新銷量 基本上我們介紹 我們常常用到的 各式各樣的新銷量 怎麼用 各種powder 怎麼樣使用 其實你學會了這些 用在西餐上 也是很好用 所以這邊做了一些 詳細的說明 就是我自己整理出來 適用於中國菜 然後用到於各式各樣的 所謂的調味菜 那麼各式各樣的民族味覺 我這邊也整理了 其實你吃個蛋清 你就知道我們 大概民族味覺 大概外部這些 紅燒 公寶 魚香 麻辣 油爆 還有這個 三菲 淹水 大概它的原理原則 是在這邊做了很大 很快速的介紹 那我覺得你們這邊的食物 講完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 跳到我們下一個單元 我們來講 我們的下面看 大家在睡覺 這個實在是不好意思啊 不夠精彩啊 來 來我們直接跳到 將心手藝天 將心手藝 我們介紹將心手藝單元 介紹我們生活四周圍 任何跟我們生活中有關的 中國手藝 以現在的手法來重振 傳統的器具 這是我整理出來的中國家具 它以centimeter就是用公分的告訴你 以前是用文工尺 那我自己學設計 希望大家盡量去抄襲 盡量去做 但是請你抄襲的時候 不要操作任何的尺寸 尺寸的查法 然後呢 這是林家花園的一個剖面 介紹雕藍玉器民族圖騰 這是我們各式各樣的圖騰的由來 這邊呢 再繼續的介紹的是 我們的文化底標法 還有各式各樣的 所以這些圖騰很好用 我這邊揭露出來的 都是很好用的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文化的地標 也是說 所有的東西在實在 從事前文化開始 它的文化地標在哪裡 那我也選擇了瓷器 做了一個雙開頁面的封面 在世界的語言當中 China代表著瓷器 China代表著中國 這門工藝 延續到今天 古老的牢還存在著 象徵著沉船 在這裡我們介紹 瑜伽天青 什麼叫淚靈四雪 還有八大詞搖體系 都有初列的介紹 然後北京的接觸工作當中 有部分跟美學有關係 我很遺憾的是 現在的美學的層次 總是停留在 Hello PD 那個大扁臉上 那個大扁臉呢 還是放上了飛機 從上去 從Cushion到衛生紙 每個大扁臉 實在是讓我非常的痛苦 我認為 這是一個美學光沛的年代 才會出現在這樣子 奇怪 那些Hello PD 說實在話 看看看起來 都看順眼了 那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 平常看到的線條 除非你到博物館 Museum 去看到這些漂亮的東西 不然的話 你們看不到這些東西 我們只好提供現在這些LINE 那些圖 媽呀我每天大概接到50個 一個擲一個手 大家一個擲一個 還花一塊飯去買一些圖燈 我實在看得很心痛 所以我覺得實在是崩潰 翻開我們老祖宗的器物形體片 你看到我們這麼多美麗的生活器物 這些器物因為留在Museum跟私人 那邊你也看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畫出來 我用百科全書的手法 用百科全書的畫法 是用這樣橫著畫 我用百科全書的畫法 我畫了這樣五百多個 中國的這個器物 我按照他的不同的年代 把它畫下來 畫下來之後呢 把它集結成中圍的icon 我認為這屬於我們所有人的 器物圖標 那麼我們這裡呢 也介紹光寸之間 中國女性呢 以前中國的女孩子 沒辦法看到男孩子的臉 所以叫青青紫巾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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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 所以我就把從甲骨文藝到佑幽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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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到中国画的时候都觉得很类似 其中的道理是要认清沉船 是欣赏上一个最重要的视角 中国的画作绝对不能跟西洋的画放在一起并论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艺术呈现 没有办法相比拟的 所以在中国很多山水画的布局 巧妙的展现张局处的空间 气势之大 其实上也是在其他的艺术情绪中看不到的 所以我这边这次的整理也把两岸骨宫的富城山居的图 然后一直从马王队一号 一直到敦煌壁画产现这些色彩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还有我们这里很简单的介绍表辈 就是中国人的表辈是有它一个道理的 简单的介绍 还有扇面 各式各样的扇面 这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应该自己要去 大概了解张大千这个字号人物 你一定要知道他 你一定要知道他一些身体跟事迹 那中国女人的妆容跟法式跟饰品呢 是我一直很心碎的 那这些呢 这些东西是全部是一一画出来的 是看到《红龙梦》的叙述再加上一些资料 这些工艺事实上是已经是失传的一些工艺相当的可惜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龙 从清朝皇帝上的红山文化中的第一个龙 一直到雍正身上的那个龙 做了一个龙的传人 那么中国人的十二生肖 我也给他了另外一个层次的艺术定义 我们这边也介绍我们的艺术当中的十大名曲 高山流水 就是中国人之音的点故的由来 那这首曲的流水部分呢 在1977年被NASA已经发射到太空 在湖庆的窗舱寻找之音 中国人其实最弱的 在注意这方面真的是音乐 我们所有东西都都虎情 外国来的东西 虎的羊啊 羊情啊 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自己的音乐程度 使不去留待加强 然后呢我们也介绍中国人的舞台上的艺术 这是我母亲 国局轻衣机叫顾振秋 这是她当年舞台上带的东西 这些全部是蓝料的羽毛所制成的配件 在这里呢因为谈到了中国戏剧 我们就介绍中国戏曲的服装服饰的介绍 还有脸谱的介绍 你总要 他们一人 这是孙悟宏 那个人是曹操 他们特色 我们要知道 那个是马爹 那个叫陈门 就是应该要知道的 我把中国语言的服饰呢 从旗袍往前 就一直推到我们典籍当中 记忆太积造的第一套的衣服 这套衣服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衣服 叫深衣 一共有二十三套 那么我就请实践大学的服装学系呢 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 以林志玲的身材 帮我打出了这个版型 所以各位这些 我收到很多 其实有很多读者 他们真的做了这个衣服 然后穿给我看 会发很多照片给我 我没有想到这套衣服 其实服装的这一块 反而是引起很巨大的混像 那我引用 真的把这些衣服做出来 来带导着各个不同的朝代的衣服 还有用各种不同的材质 来一起介绍 全世界的女人穿着中国的衣服的对话 那这是中国图腾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片子 还有各式各样不同朝代 头发的书法 还有各种不同图腾所能够研发出来的一些中国女人的饰品 还有这个缝绣编织 那我是用一个YAMAMUKO的黑包包 给她穿上了我们的手艺 缝绣编织 四种元素 还有中国女工 这个字面工 中国女工 中国女工事实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单位 她在台湾能够发展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手艺 能够一帧一线很香的留下来 那这是一个朋友生小孩的时候 14个朋友 托我设计一个礼物 我就想到了中国人的多宝格 所有的礼物放进去 这些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个朋友出了一道菜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道食谱 集结成了一本书 叫做《珍宜小厨大作文章》 在续顺我们的世界明桃之间的结婚的情谊 那用的都是一些中国的elements 中国的元素来做的东西 我自己的业余设计是珠宝设计 就整理出一些珠宝设计的东西 到这套数两万块要养眼 你们知道 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些 要养眼的东西进去 那这个礼呢 这个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台湾红》这一盘花缝 也介绍中国人送礼 的礼上往来的概念 所以我们利用了《台湾红》 所以这块元素做十个样的东西 那也在这个 后来也在很多地方展览 在台湾跟大陆很多地方 都利用这个《台湾红》 把这整个《台湾红》 作为元素做了一些展览 也都引起了很多很坏的感觉 也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庶民的花缘 你深造在一个地方 一定有属于那个地方的外部 属于你自己的外部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不同的时候 做了一些展览 大家利用我身边的圆树 来做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了这一套书 我为什么要说 写这一套书的五架 进入了《齐家单元》 这个单元 这叫《台湾红》 那现在呢 这个中国人有所谓的 齐家聚国平天下 也就是说 一个人呢 先要把家制理好了 才可以做其他事情 齐家对我的定义呢 是要让家里的每一个人 分享一样的思维想法 哲学态度 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 谈识中国人的人情意义 而且分享了我们的 价值体系 要用深深的认知 这是我观察到 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也就是你们了 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流行文化 跟恶职的媒体所包围之下 我相信在这里的中性思想 也有很多丧失 价值体系养不滚乱 失去了很多很多良好 既有的品质 所以呢在这个单元 花了很大的天赋 整理了属于我们 丰富而有多元的文化理运 每个都一双开页面 一个双开页面 就是一个 一个fold page 打开来 然后呢 这里面能够用 一个双开页面 能够跟你们讲清楚 很多很多 很重要 令人有 悠久 二十澳人的资产 中国人的情字 中国人最不擅长表达的 就是情字 外国人爸爸都想 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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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非常非常容易表达 他们的情字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 他们完全 他不太容易跟孩子们 谈这个情字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用巨大的感情能量 怎么样跟孩子们来探讨呢 我就在这套书当中 我就利用春天跟我儿子对话 夏天跟我的女儿对话 秋天跟我的父母亲对话 冬天跟我的先生对话 用这个对话的过程 来谈出一个中国人一般家庭 常常被教导的一些道理 那我因为怕孩子们觉得我在说教 所以呢 叙述的方式就要创新 所以呢 我在春天呢 我就用我的 我们家的爱犬 她已经刚刚过时 她的名字叫贾宝玉 我用贾宝玉跟我的孩子们 谈贾宝玉跟我们家其他流浪们之间的故事 进而谈到了贾宝玉这个人 再介绍到贾宝玉来自于红龙梦 红龙梦 在我孩子是外国人 都是美国人 美国学校 那我给她介绍 红龙梦呢 是中国人五点四大小说之一 那这套书说的是精灵四大家族之一的 新穿跟融入 颓废跟没落 整本书 融入了佛学 道学 读学等等 中国传统宗教 还有哲学思想 更以生动的诗与词 精致考究的中国餐饮 药学浅谈 中国建筑 服饰样貌等等 细致呈现了中国 清朝即盛世纪南京会族的生活品味 还有歌曲 作者曹雪芹在这个书中 除了呼发雪月的剧情 那湾厂上的文化 金融体系的盛衰 都应验了在这两百年后的 湾厂现行和金融风暴上 其实我们只要打开今天新闻的 八点档 七点档的电视新闻 我相信很容易都能够对应到书中的章节 人不得对白 作者描绘得嘴烈 在人在得意的时候 所犯下灾难的种子 也正应验了现今佛二代 全二代 不知不得中所犯下的错误 这部剧作中有太多可以借尽做人处事的道理 年轻的孩子 我的孩子以为 我的爸爸妈妈要跟他讲的是 虹子啊 孟子啊 正经八百不能犯错 事实上 我跟孩子们说的事实上 我真的想跟孩子们分享的是 真实 现实的经验 全部都可以在这一部 《红楼梦》的典型中找到 这部剧作中的四百多个人物当中 没有绝对的好人 没有绝对的坏人 没有绝对的是 非对 非错 曹雪芹所叙述的 是一种永恒的自然而普遍的人性 书中的爱怨跟憎恨 哀伤跟忏悔 贪婪跟企图涵盖一切 我们现在的生活情节之中 其中正负十二境 更是局女人之大全 全世界的女人 基本上可以说是作者底下 从人物到造型到个性分界的组合 所以我跟儿子对话说 你要研究女人 就要研究《红楼梦》中的女人 你要谈情说爱 就要研读《红楼梦》 要研究官场文化 要细读《红楼梦》 要谈经济之家 要知道水能够带舟 要知道水能够付舟 你要看尽人的嘴 要看尽人的脸等等等等 无论经中外的人物 处事的经验 都可以在中国人 最伟大的小说中倒进 我利用我的爱犬 也就是陈文茜的 跟儿子 假宝衣 挨歪抹角的 来跟我的孩子们 来谈做人主事的重大道理 夏天我跟我的女儿对话 你知道 又在家里的院子找食材 我们家有个大树 树上有蓝雀 蓝雀生了baby baby长大了 翅膀硬了 中国的母亲 尤其是母亲 常常会对女儿说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被说过 你的翼翅膀硬了是不是 你要飞 这特别是一个中国母亲 常常会对女儿说的 我就又利用一样的道理 企图跟我母亲一样 企图塞在我女儿的语义当中 竟是一些中国女人的观念 我建议我的女儿说 女人可以去争取不平等的待遇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男人被比下去 最后失落而辛苦的 反而会是自己 其实这个年代 要把男人被比下去 实在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了 所以呢 你要学会聪明 中国人的造字 安全的安 安定的安 是不是屋子底下有个女人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哲学之道 相夫教子 这个对古老女人的蹊跡 悬然是一定要提倡的 在秋天我跟父母亲对话 我也把我自己家里长辈的故事 一五一十地说给孩子们听 我也鼓励在座的你们每一个人 把自己的父母 自己父母的经历写出来 让你们下辈 能够体会你们祖先 曾经主播的情境 要知道整个1949年时代 应运的洪流 是怎样闯刷过我们祖辈的生命 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生活过的浓度 造就了今天生活的思维模式 我也相信我的叙述 同时也帮很多家庭在做叙述 希望你们这一代 吃的是自由 喝的是人权长大的孩子们 你们要知道中国人 曾经有过的共同命运 最重要的是 错误的历史不要再犯 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结痂的伤痕 我想跟你们探讨的是 其免的是 没有错 我们中国人是有伤痕 但是只要我们勇敢面对了伤口 把农仓挖出来 伤口虽然存在 但终将不再疼痛 在冬天我利用这套书来 谈识跟先生对话 我写了一篇文章 恩爱夫妻 我想跟孩子们探讨的是 中国人在迷失一个婚姻的制度 西方人爱的死去活来的 好不懂得我们中国人 谈爱的时候 前面先加一个恩字 我们中国人总讲的是恩爱两个字 我们不会只叫一个爱字 所以因为有这个恩字 有这个恩惠 感恩 报恩 这个恩字翻演了很多的角色 所以呢 在爱的同时 请先讨论 先讨论你的恩字 说实在话 恩字是需要练习 跟养成习惯 这里我也写尽了 为人父母的经验 跟孩子们做了婚姻阿福这一段 这个不断需要 失肥、呵护、灌溉等 叮咛跟祝福 中国人的生命礼节呢 我们就以简直的手法来呈现 从出生、扎州、戊学、成学 然后一直到成人礼 到登科、壮严、情有所动 到各式各样稳定的礼节 还有价值的礼节 这些呢 我都是先用绘图的手法 再用简直的手法 把我们整个礼节 中国人最重要的生命礼节 做了一些叙述 这还没有完咯 到最后 还有 已经要悲天了 已经要 也就是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礼节 一个丧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礼节 一个态度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比较意味着谈这些事情 那礼节 不管是生 不管是成婚 不管是嫁娶 不管是我们后来的死亡 这个礼节 这个礼数 是一个相当重要 只要人有礼节 人懂得礼数 他就是一个有别人的人 那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书信的礼节 我还画了一个各式各样的称位表 应该怎么显现了小孩子 走的时候 我走啦 我走啦 我妈可以说你走到哪儿去啊 你要说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退了 要讲话 一个人的 你知道我最近看到 那个 哈士奇啊 都开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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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画了一个家谱表 这是我 这是我先生 然后呢 我最上面的理解要怎么写 我要写一封信 各式各样真卫理 还有 你怎么要写信封 怎麼樣播收 是郵寄 是有人送過去 還是我們這邊做了一些介紹 那我自己呢 化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呢 我的兒子嫁給了一個外國人 結果是真的嫁給了一個外國人 他將來生下一個小小小小 小大總 到一天他們就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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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受不了的 不要跟我說John 不要跟我說Grandma要講話 要用理解 這是我很在乎的 好 我們這邊呢 那片書的時候呢 我自己最痛恨的是歷史 這個張機也看不到全貌 誰跟誰 所以呢 這張圖 不是亂來的 它是完全按照它時代的長短 來畫出的是一個時間的年輪 然後最後呢 還有事件 我們以前我最怕看的這些東西 這張就是事件 我們一共八百多的事件 整理的這些東西 我在每一個學校演講到 當晃出了這張照片的時代的時候呢 大家都給予我熱戀的掌聲 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怎麼是任何美工燃瓶做得出來的 你們要知道我在畫這個漩渦 我要表達這個字 我畫了四十多張圖才求得這樣一個 視覺的效果 它一個深黑色的這個字呢 就是每一個朝代的這個人氣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黑色深字的前面後面 所看到所在下的事件都差不多 字是如一的 歷史是不斷在演變的 我們中國人的出版作的一個介紹 從第一本書的天書《易經》開始 一直到陳應貞的小說 這些呢是我們十二年教育當中 提到的中國的典籍之外 加入了大量的醫學還有食物和科全書 然後呢分別用金石子集 就是四部全書金石子集的配對 跟現在台大圖書館分類的方式 做了一個比對 這是我把我們中國人的戲劇 用時間長周 以戲劇發聲的地點 如果金劇、樂劇、歌仔戲、布袋戲 表出來的 你知道我們這邊有五百多出戲 跟西邦馬克、白、羅密歐、朱莉 也就能記出 你真的實在是要非常地推薦 你自己有這麼多的資產 這中間深色的部分呢 是表示著不同的劇種 金劇、樂劇、歌仔戲、布袋戲、困曲 這些戲都出現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你們大家都應該要認識這些戲 你們總要知道 霸王別姬 你們一定要認知到神是永遠 請我們大家 這些是屬於你戲劇當中 最好的一些資材 你不能不懂 在這裡我們介紹民族人物 維基百科上的分類 分十大、五十六大類 這些呢 完全按照年時代的主題 大家也要認識這些 我們這邊呢 介紹成語跟諺語 我們的成語、諺語呢 這分類呢 我自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在這套書裡頭呢 我們把成語、諺語 以寫、人寫、事寫、物根寫、事寫、提子等 做了五個分類 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 就是有多大的資產 在一件事情你們要敘述的時候 你可以用四個字講出來 我們在今天在談到的 舉例來說呢 我們在寫人的這一塊呢 就把人分成了 身體、相貌、形容、感覺、心虛、感情 言、單得性、舉止、行事、經歷等等等等 所以你要去談一個人 你要講他的身體 身體就從頭開始 頭就從頭髮開始 用這樣子的分類 你查到人、身體、頭 然後就看到木法千鈞 所以這些是非常實用的工具 寫作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好用 在這套書裡頭 它整個夾到進去 我覺得是自認為是相當的實用 而且非常累積 我們自己能夠在講任何一件事情 就用一個四個字 幾個字就能夠講出一些精神 在這裡我們也介紹格言 古人留下來的話 事實上在整理的這個時候的時候 在查了各種孔子、孟子、老子中 孔子、朱子、甲、菜、根 等等等等 到最後呢 我就整理出了這些 簡單用意放在這個書裡頭 其實你只要讓你的孩子 或者你們自己背上這幾句話 任難認之事 要有利而無欺 處難處之人 要有之而無厭 聽得懂嗎 把這句話背在你頭 你每天也將來幾個時 永遠是難認之事 是事 難處之人 在你的周邊 要了解怎麼樣子帶來的街舞 在秋天呢 我們這邊介紹的是詩詞 如果做父母的能夠讓孩子們的生物當中 擁有一本詩詞帳簿 我覺得這是給孩子們最大的資產 同時你不要覺得孩子們在小的時候背東西 他不知道在背什麼 好像是一件沒意義的事情 可是當有一天在某一種情境 在某一種境遇 在某一種心情 這小時候背過的詩詞 從內心油然而生 你的體會會非常的深刻 因為你是站在一個巨人的肩膀上 看詩情 這種看人的事物 擁有巨人的高度 角度 那個題目真的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呢 也很喜歡各式各樣的 用詩詞做 幫你們介紹的話 我們的唱名歌 紅蘇生黃藤酒 滿塵塵色共牆流 東風兒還清過 以懷愁續紀念裡所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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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去那個康喬演講 那個Gambridge曲過去 要在那邊唱給他們聽 徐夢唱一句唱歌 用這個英文翻譯給他們聽 我們徐志摩怎麼來講 輕輕 悄悄沉默 這些都是了不起的 你要真能夠背上這些東西 將來哼哼唱唱 再適時的把它唱出來 這是 悄悄 輕輕你我走了 沈入我 輕輕你來 真的對我揮一揮一手 不帶走一片雲彩 就背 就讓你的孩子們背 你送他一本詩詞的帳簿 作為他的人生的禮物 隨時這個東西油然而生 那個禮物 會讓你真的感覺到非常濃厚 會感激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能夠有這麼多的 data 這是漁光中的鄉愁似韻 給我一條長江水啊 長江水 那酒飲啊水 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 是香腸的滋味 給我一條長江水啊 長江水 在這邊呢 接下來呢 他跟孩子們介紹的是 中國人的信仰 不管是哪一個宗教 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佛教也好 每一個家庭 我鼓勵你們盡量把儀式做出來 比如基督教 帶孩子們每個禮拜去上殿 像這個教堂念聖經 佛教去參加各式各樣修法的儀式 帶孩子們去參加 你們要習慣同學不一樣的氛圍 因為在你們的一生 你們將遇到太多的事前 期間有很多實在不是科學跟邏輯 可以被解釋清楚的 有再多的天災 狂亂跟不幸的事故 不斷地在發生 我要讓你們知道 你們的血肉之聲 是需要被恩典的祝福 被討運的加持 中國人則會用福慧雙修四個字 來啟免個人的修為 也則會希望所處的環境 可以屈及必修 這些觀念呢 是需要留在心中建置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人自古相信因緣 好的因緣要靠自己去累積 有好的因緣會碰到好的人 好的家庭 好的配偶 所以諸惡莫作 眾善奉勤 累積善緣會雙修的概念 我以為這是一個做父母親 應該讓孩子們完全身體力性的 然後我們最後再跟孩子們在談的是 君子之交跟處事原則 我跟我的三個孩子說 有一天你們接到了媽媽病危痛知書 然後你們要到這個急診室來 加入病房來看我的時候 不要給我鼓鼓提提到老大 背這件文章 老爸背完 老二背 老二背完 老三背 背完我可以走 也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呢 做父母真的 什麼都做了 但是鞭長莫及的 莫過於你們的交流 正確的交流的態度 有必要加強 因為這個年頭 朋友影響層面太深 但中國人所謂的淡如水觀念 跟處事上的陷阱 真的是需要而且面臨的課程 齊佳心語是這套書 非常重要的文件 我個人經驗 我把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整理出來跟大家分享 自己的一個齊佳心語的經驗 然後呢 我曉得各位是有沒有什麼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時間 大概還有多久 我們是不是要一些對談 or whatever 我們給任想掌聲一下 他每次 我雖然聽他的傳家的演講 或者你剛開始他跟我說過 我最佩服他的就是 他那個 這口氣接下一口氣 幾乎都是這樣 好像不斷氣 我都很怕他爹死了這樣 然後他就趕快喝一口水 就繼續來講話 那他可能記得 可能不記得 他一開始我告訴我 我欠 我出這本書 因為呢 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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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這本書 你做 我一定做 好 結果最後呢 他剛才的演講裡頭 包括所有的人都噎死了這樣 我們突然發現 我們有非常浩瀚的文化 浩瀚的傳統 讓我們自己 從小 大家上學 背那麼多的書包 現在即使沒有書包 變成是電子 即使是如此 我們對剛才 所有傳家裡頭 告訴我們的點點滴滴 居然不是我們在學校裡頭 學習的東西 那如果我們在學校 學習歷史 為什麼他們想做這個年輪牌呢 因為他就會覺得 我們會考試 考萬里十五年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考萬里之前的 萬里是明朝的哪個皇帝 他的年號是什麼時刻 然後他們最早的是什麼樣的皇帝 然後為什麼名稱祖的 遷都到北京去 他考試都考你幾個 讓你媚年代 他不讓你去了解 那個時代裡頭 他的很多代表的意涵 也不讓你去理解 在世界史裡頭 明代代表的意涵 比如說你們知道明代的中國 他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 這個世界裡頭 曾經擁有高達一個 整個全球GDP三分之一的 在過去的歷史上 只有三個國家 一個叫中國 一個是大英帝國 一個就是美國 他不會告訴你在明代的時候 泉州因此是全世界最大的上港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泉州啊 還有像福州一個地方的食物啊 各方面都特別好吃 因為他們是曾經如此如此的富有 那他也沒有告訴你 明成祖遷都到了北京去 他到了北京以後呢 他為什麼政和要下西洋 他代表的意涵是什麼 當時政和所帶的所有的艦隊啊 是全世界所有艦隊的總和 可是他為什麼就結束了 就是我們的歷史裡頭 他家的東西好少 然後他那不一樣 他好認真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藝術家 然後他很細心 然後又很認真 先講他的細心 他覺得這個失傳了 找不到圖樣了 那我們就算了嘛 甚至有人就會罵 說你們這些在搞歷史的人 在做什麼 你們在搞戲劇的人 你們在做什麼 那些圖樣老祖先生的東西多好 都不保留下來 那樣是不抱怨也不批評的人 他一方面是批評我們 不夠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 最重要的 自己動手寫 自己動手做 我認為他是全台灣最好的文化部長 我講文化部長 不是說去做官這個意思 就是說一個長期的 讓所有人了解文化的東西 那他剛才因為時間不夠嘛 那我看過他比較多的圖片 像夏天我就看 他就找了我的好朋友劉振祥 他們就去動了剉邊 他就把一個剉邊的那個以前老的剉邊 剉邊的機器啊 然後就擺在那個南方澳的海邊 對不對 然後除了藍染布之外 剉邊就擺在一個很漂亮的桌子上面 然後就擺在各種剉邊的邊啊 然後那個冰上面的各種不可以配的料 就突然覺得說 是啊 我們平常去一個很看起來爛爛的攤子 一個剉邊 看起來醜醜的東西 所以我們從來不覺得 他是一種 像在吃Maca Home一樣 一種高尚的一個甜品 可是我每次吃那個Maca Home 我都覺得很難吃 我都不知道大家為什麼都愛吃啊 但是他給你一個美的感覺 但是這個熱小孩就可以把剉邊 擺成一個長長的 你可以覺得像普羅旺斯的桌子 或是只有在Portfino的 意大利的海邊才會有的桌子 然後他就放一個剉邊的機器 旁邊有剉邊 有各種的配料 然後剛好海風吹過來 對不對 然後海風就飄起來 拍一張給我們照片 然後沙灘在那裡 他可以告訴你 其實我們的文化是可以這麼美的 但是我們沒有把它演變成我們的生活美學 所以他在這裡頭 他講紅樓夢這裡頭 談到那個曹雪芹 他們家裡頭 在那個年代 曹寅他的祖父的年代 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去 最重要的 除了是江南製造局之外 他是那裡的間諜 所以他既懂政治 又懂如何值得皇室的東西 然後就是說他自己看過 那後來等到他康熙死了以後 當然他們家就被抄家了 所以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 他是住在北京的郊外 他是每天別吃一碗粥的錢 有沒有 在那麼窮困的裡頭去回頭看 一個富裕的家庭 一個那個年代 然後人性的各種面向 那個沒有經歷過的某些東西 他不會留下這種智慧 他剛好把他的美麗的狗 稱呼著叫賈寶玉 那個賈寶玉真的是 真的賈寶玉嗎 除了很漂亮之外 他就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孩 因為我就覺得他很漂亮 他是一隻Husky 他就很適合吃這個雪魚 我就去買冰凍的雪魚 圓雪 然後來給他吃 他就吃吃吃吃到一半 可能覺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來了 沒有吃完 他們家有六隻狗 其中還有其他柴犬都在外面 他偏心到什麼程度 這個媽媽 就只有賈寶玉在他們家裡 其他狗在外面 然後我就把賈寶玉吃剩的 那個雪魚 拿出去給其他的美麗 讓美麗那些柴犬們吃 這樣我就生氣了耶 對 那你就看得出來 連狗的狗之間都有一些人性 那我剛才為什麼不介紹印象 讓他直接講話 因為我覺得他有很多東西需要講 第二 當你們聽完他震撼式的 therapy 教育之後 我就不太需要介紹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時間會很長 而且你們會比較理解 我下面想要介紹他的內容 很多人介紹他 會說他是顧正秋的女兒 很多人介紹他 會讀他的父親任選曲 是臺灣統一發佩的發明人 是那個時候臺灣省財政廳廳長 一個很傑出的人 但是呢 在那個政治的年代裡頭 他父親去坐牢 後來坐牢出來以後 人們就跟他說 你不可以在人多的地方 就叫他去了金山農場 所以我們這位看起來 焦滴滴的小姐 一邊講話 一邊會畫圖 一邊會唱歌的才女 她是在金山農場長大的 她要喝水 都得去挑水來放名單 對不對 然後他們想說 手會種很多很多的菜 但是這些東西 都不足以敘述現在的認像 我覺得他有幾個 我們很實的 承載的態度 嚇死我了 他以前在台中東海大學 讀書的時候 是出了名歌唱片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出來 他原來是一個 當時的名歌的歌手 他慢慢敘述她的時候 她花頭多 一會兒想學吉他 一會兒想學金句 一會兒想吊嗓子 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 好奇心 而且不斷地學習 永遠不放棄 堅持到底 搞不懂的事情 我任想背不起歷史 我就認為 既然我弄不清楚歷史 大多數的人弄不懂 我就來弄一個所有的人 都很快的時間 就可以弄懂的東西 我就是這種態度 也就是說 Never Surrender 你不會像整個大環境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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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在一個 好像聽起來 家事背景好特別的家庭 但是這整個家庭有愛 而且他們不投降 而他不投降的力量不是靠恨 也不是靠怨 就是靠在生活裡頭 一點一滴所有所有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 他最值得敬佩的是 他好可怕 背後做一件事情的熱情 毅力堅持 當然不要講太多的看法 好對不起啊 這個就嚇死我 嚇死我 當他們崇拜李宗盛 崇拜到有人警告搖人喜 對 有嗎 當有一年他幫李宗盛辦了 55歲的生日Party 原來他居然可以用巧克力 去做一個吉他 對不對 他把巧克力做成一個吉他 他為了幫一個朋友辦一個birthday party 不只是弄了在他們家的花園裡頭 弄了好幾個小桌子 所以像你想像的那種法國小院子裡頭 每個人都很漂亮的桌子 有燭台 一道一道的菜這樣上來 他還幫他做了一個好漂亮的巧克力的東西 我們的生日請他來 他就來了就好了 聽聽看一般人就帶一個禮物 他不是 他對所有的朋友 任何小事 第二個特質 我覺得他好了不起 盡心盡力 我覺得這個一般人 我都沒有 我自己沒有做到 我覺得對所有所有他熱愛的人 他喜歡的朋友 他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種盡心盡力到無微不至的程度 使得任何小 可能是我所認識台北人人最好的人 對不對 我剛好想只是你沒聽到而已 再給他掌聲 然後呢 非常特別的第三件事情 我想讓各位同學 你們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就說 他講他很特別了 他就說他 春天跟他的兒子對話 夏天跟他的女兒對話 他很特別 我到他們整個家裡頭去 他家裡也就是辦個工作室 然後他有一個底下做珠寶的 上面是做研究的 最慘的是他的兒子 和他的女兒 他們的門口都被他貼板了 比如說他的兒子一進門口 門口就被他媽媽貼板了乾隆的肖像 然後就帶了一個如同的照片 因為他同學了他的小孩 顯然對這個有一點反應 他裡頭就貼了一個 什麼Michael Jordan來做照片 可是他媽媽一直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你在美國學校 你在美國長大 你就是要給我了解的中國歷史 你就是不可以忘記 你就是一個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對這件事情的堅持 然後呢 他很愛他的小孩 小孩要去讀書 他就開個車子陪著他 因為他並不想讓他女兒 就是坐一個飛機 他覺得他們可以開車載女兒去學校 然後嚴魯媽媽跟女兒的相處 這個很重要 他對孩子的那種盡心盡力 特殊的教育模式 當然我可以講一個 他很糗的故事 他女兒很有個性 他覺得他女兒好棒 但是他告訴他的兒子 你如果要娶老婆 千萬別娶你跟姐姐一樣 對 然後他今天要來演講 你們有看過有一個 我們的演講來賓 自己戴麥克風 我們還這麼快樂的嗎 有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對 So professional 這樣 然後每個人準備 而且還先擺個道具 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算他的道具之一 我不是主持人 但是你如果問我說 在台灣有每個徹底崇拜的女人 有她的名字 就叫燕翔 OK OK 謝謝 太兩次了 您請問問現場同學 有沒有對傳統質疑或什麼問題 我剛才先講話的理由是 我覺得他們應該被捏到一個程度 然後消化一下 對他們來講 是不是太震驚了 我想先請問現場的同學 你們剛看到任想在介紹 所有的這些中國古老的聚會 哪些面應該怎麼樣慢慢做 你們突然覺得自己 其實對自己的文化傳承 不管是台灣的 東方的 中國的 其實很熟悉的人 請你們舉手 好嗎 我自己是一個 她在做的時候 看到她的什麼麻將樹 你看她怎麼樣 然後呢 在動爭 要怎麼動爭人 她也把它做成一個整理這樣子 就是 你就覺得 OK 你們覺得她應該列入我們的教科書 才是你們最想閱讀的 有人慢慢業業的幫你導讀 當然她這樣一個多小時的演講 你們是有一個概略 可是我相信你們跟我一樣 都 因為我已經看了好幾次 但那個圖片還是都閃得很快 你們會不會很希望有一天 它可以變成一個 你們在學校裡頭 可以真的上課 有人慢慢跟你講過程 甚至你就現場一起做 一起學 一起建制 你們希望是這樣子的 被教育的人請舉手 好吧 C C C OK 然後呢 她那個成語 我告訴你太棒了 我想像很愛背成語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她的那個書籤 就是可以這樣找出來 從頭髮入法錯關 但是呢 我就有一段時間 就自己用一個筆記本 我把所有罵女人的話都寫下來 因為當時最愛教訓我的事 也就是我的阿姨 她是個學校老師 我是外婆養大的很寵我 她是學校老師還很嚴格 她看不到我這種從不寫功課 而且我外婆還叫她幫我寫功課的人 所以她就常常教訓我 於是呢 我就把在學校裡頭 所有我可以學到的 還有我在電視上看丁乃竹的爸爸 教人家成語 我就把所有的成語都寫下來 我就每天回來 我就擠著我回來 她說我告訴你 我今天有一句成語送給你 你叫做何東師侯 所以你知道她那個成語那個本子太好了 以後你們跟人家吵架就拿這個 人家跟你吵了半天 你講四個字 她講一百個字 你講四個字 就把她打個字 這是很棒的一個孤老智慧 她一直在等 希望你們有response 可以有一些感想 因為我相信你們會有點害怕說 要問什麼問題 可是我希望你們有人可以 給一個特別問的地方 從東京回來 馬上再回東京 而且為了所有 包括她的孩子 跟台灣所有的小孩 跟中文的孩子 她完全自己支出好大的經費 然後根本不要求任何回報 倒進去演講 我希望你們給她一點 所有的response跟回饋 請各位同學 你們準備好嗎 誰要聽個講話 我們前面老的也可以 老的先講 老的應該更慘愧 我這麼老還不懂 來 我點我們董事 李佳琦自己先發表意見 佳琦先發表意見 來 我很讚歎 我以前只要公司收到大園來的禮物 然後我就每次拿回家裡跟我妹妹分享說 你可以跟這個人一樣 你看 我看你有這個資質 然後每次玩我就覺得說 這明年還可以搞什麼花樣 明年她就用一樣的東京 她就可以又搞另外一個花樣 我後來才知道這個是那個 就是認詳 然後我就開始對她很好奇說 為什麼要這樣的年齡 她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taylen是一件事 就像我們先說 她是很有那個passion 而且像我常常就是覺得 這個很好 然後一下子就沒力氣了 所以我覺得說 藉由她寫這個書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了 希望大家可以聽進去 就是說要有那個taylen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是呢 我們今天收到這樣的演講 看到她做事情的態度認真 跟願意跟人家分享 這個是我今天學習最大的資訊 為什麼沒有早一點聽到這場演講 真的齁 現在是阿嬤嘛對不對 你要不要用傳家這套東西 來教你們家的小孩 我們家有傳家這套 來我們下一位有誰要講話 同學有人要講話嗎 不要害羞啊 喂 要不要你們來唱一首歌這樣子 有沒有人要舉手 大家都那麼害羞喔 來 這位 這位有個第三排的那個女 我覺得越是媽媽的人 可能感覺越強 但其實我們越想聽到 越小的時候聽到 對你們越好 來 對 就是我就是想了解說 那麼你對你的小孩 對於傳承這一塊 因為你說他們可能在美國長大嘛 然後受的可能也是 每次教育比較多 那你對於他傳承的這個期待 還有他們能夠做到的部分 目前的現狀 是一個怎麼樣的現狀 有點好奇 好 謝謝 我的小孩他們是在美國出生 長了下去後 他們回到台灣來 念美國學校 所以他的耳濡目染 其實是在這個台灣的環境之下 其實他的第一語言是英文 可是他們到了美國以後 我覺得他們在我的面前 他們也跟你一張往前講 他們門上貼的東西啊 他進到他房間都要用票的啊 用那些資料啊 到處就是想給他用這個 叫做潛意識行銷文化 所以到處貼 他都能夠量 可是當我這套傳家書出版了以後 我因為是要送給他們三個人的 所以我是把他們三個一個個叫進房間 然後一個一個從第一頁 翻到最後一頁給他們看 其實他們已經很清楚 我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年了 可是當他們真正的接受到一個 我從第一頁講到最後 他們三個其實每個都是流著眼淚出去的 他們被噎到 就是和妳講 真的是被噎到 他們不許對他媽媽說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媽媽 沒什麼的 可是他們真的被這個文化的浩瀚 跟這個所有的原動力自己哭到 那三個那個時候還是個Teenager的孩子 會在妳面前真正主動的流下眼淚 我心裡暗自窃喜 我知道有用喔 就是我的這個元素是有用的 然後他們到了美國 因為客也很繁茅 然後就開始接觸了不同的人 然後就開始接觸了不同的人 在Freshman第一年 第二年直到最後 他們開始接觸了不同旁邊身邊的人之後 他開始跟我說 媽媽我跟你說 我現在才發現到我自己跟別人的不同 然後他們會煮火鍋給他們吃 會包餃子給他們吃 會跟他們講公保雞丁 為什麼叫公保 他們學了這些 大概是百分之一的書的東西 他們就可以炫耀到已經是越來越厲害了 到現在為止呢 最喜歡跟我講的就是成語 他們會跟我講 有一天這個 端午節跟我打電話來 他們都要跟我過節嗎 我很嚴格的就是我們家過節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 你要讓孩子們維持一個傳統 過節就好好過 因為他們每個過節就要打電話回來 就算他們在國外 所以那一年的端午節打電話 媽我告訴你這個清明時節 等等 這個路上行人 他講不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做到 就是說 你讓他去事實 讓他去點 你只要讓他有這個牽引在那邊 他隨時要 天的資訊這麼不大 他打一個清明時節 幫他有一萬的東西出來 就給他看 但是呢你要知道那個Motivision 跟他的那個動作要做得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覺得在每一個年節的熏染宣陶強制壓制之下 其實事實上 有起很大的作用 他們現在非常非常容易跟同學來比對 來知道自己跟他們的不同 其實你知道 你們現在每天這樣活著 你們每天就這樣吃啊 餓啊拉撒 其實事實上 如果你能夠有這個文化的體育 而且知道你擁有這些 你血液當中有這些 你自己知道你是高人一等的 是差很多的 我覺得我的孩子們 雖然他們沒有表現在外套 他們自己內心知道自己是高人一等 他們知道他血液中有這些東西存在 一樣的 我們每年其實現在他們因為節日的關係 我們非常重視的是他們的感恩節 我的女兒一定要燒火機 其實這是他們的 因為他們在國外 我尊重他們的這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們每年要吃火機 一定要每年火機 誰做火機誰做什麼什麼 很早就要分配 讓家裡的人能夠凝聚一頓飯 在一起在一個餐桌上 所以在我們家的餐桌上 無疑的體現了我們多年來的心血 這個心血其實也不是說我很刻意的 而就是說從詩的當中告訴他 火啊蜜刷那個 那個是你這樣做是不對 前兩天就拍照 媽這個渣將我一看 我說不行猶太少了 我說味道 他說那就大蒜少了 你們就是可以把一個topic就變成吃 其實我覺得你就已經抓住了整個的重心 所以我整個孩子在體現上 他們非常的international 就是非常的國際 然後可是他們的骨子裡頭的這個中國人的血液 因為中國人的情懷 事實上是很深的 他們聖誕節回來 跟我們一邊走路 就一邊就要玩那個成語的接龍 接龍到什麼什麼義 然後就講不下去了 就說義經電視 然後就什麼就是 就是他什麼也接不下去 可是我們就要 非要玩接龍的遊戲 聯合環抱 就是說那他都想不出什麼字 可想打一下 可是你在家裡有多氣憤 家裡對於成語 都沒事情就喜歡講成語 可是我的小兒子 其實他最近跟我寫過一個很長的一個talking 他跟我說 他說媽媽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的成語是最好用的 他現在也是在經營一個公司 也有一些也有跟人這樣子的網賣 他覺得不時無刻的成語 會浮現在他的生活戰場當中 其實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們 非常非常可貴的生活資源 如果你今天肯花時間 我真的想把我的那個成語 變成壁紙欸 真的不是開玩笑 哈哈哈哈 我想 我能夠 你的身子要貼我的成語壁紙 就是讓他睡覺前 就是看到的就是這個東西 要說得漂亮一點 其實why not 對不對 我回答你的問題 Yes 他們非常使用的中國元素 中國文化 中國毫無quality 全部讓他們 不能說他已經發揮了 如果他對他們整個人當中 有一個抽屜裡頭 全部是這些東西 那他要的時候 我覺得他知道一個地方 就可以抽出來 而且不陌生 全神可得 謝謝 我們其實現在很多人在教育小孩的時候 可能小時候就讀一些繪本啊 卡通影片 如果他小時候被教導的時 可是認向了全家 那那個媽媽所謂教導 不是說叫小朋友看全家 而且他根據全家 來教這個小朋友 我覺得那個小朋友 會不一樣 I'm sorry 就是我以前是Snoopy的謎 比你的Hello Kitty那個美學好一點 你還可以接受這樣 不是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連Charm Man 我的枕頭 我的鉗筆盒 我的Everything 我的睡衣 全部都是Snoopy 然後後來就變得那麼吹一下 對不對 那有一次我生病啊 那個趙康他們就跑到我家裡看我 他們對我其實不夠了解 他們就從外面形象 大概那個三四十歲的時候 大概一二十年前 他們就想說 去他家 我就說 那我因為生病還穿睡衣 那趙康後來就給我confess 就說 他就說了實話 他說 他想像中 我可能就穿一個法國形的 很Sexy的睡衣 結果我一打開門 就穿了一件 Trix的那個 上下的睡衣 外面還有一個 你很狠的Hello Kitty的棉袋 他常常給我昏倒在地上 覺得 為什麼跟他小的人 差別那麼大 就是一個假裝幼稚 那However 就是說 我自己也會看到他的船家 真的想吹來後 就感覺很強 我認想一個問題 在書裡頭 有讀你父親 有讀你母親 但我覺得現在很多小朋友 可能 除了瞭解 有這種浩瀚的文明 在後面支撐他們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你在一些生活以後的態度 有這麼一個章節 你想到那個時候你的父親 因為你要去楊明山去 採購物品的回家路上 你爸買了一個很倒的一個車 然後那個時候楊明山旁邊兩邊都沒有人 因為你們不是住在楊明山的豪宅區 是最後面靠近金山的偏遠地方 結果就剛好在中間的時候 那個車子就拋錨了 然後你爸媽呢 就出去希望找人幫忙 結果就有野狗在追他 然後旁邊都是黑的 那你媽媽就抱著你 那你心裡就在想 因為你媽媽以前 顧正秋是最有名的名領 就是金句名領 她應該都是在美光燈之下的 結果就是在一片黑暗之中 你的爸媽原來是一個財政廳廳長 結果現在在深山裡頭 被野狗追 然後後來你們被撒落邊加碼 在金山農場 颱風天來的時候 你媽媽的手很漂亮 很怕她的手一直很好 在老年的時候都把她很好 就頂著那個文窗跟旁邊的牆 就很怕風把她給吹倒 你就看著她的手 你就覺得很心疼 為什麼這些都沒有成為你的怨和狠 我們的文獻小姐 就是喜歡要讓人家穿得好好的 化個妝來 然後叫人家哭的 我上次上她節目 文獻你不准問我要哭的問題 她就問 然後問了以後 我告訴你我那些強忍了 多大的眼淚不讓自己流出來 你不能碰觸這種心理醉醉醉的問題 那 Again 我不要落入她的現金 她太會問了 我想我們 我想你們 我想你們 不要說我 我想你們 你們的 祖父母 祖父母的朋友 一定有人有遇到電影年代的一些困境 那可能不像我們家這麼戲劇化 我們家太戲劇化了 但是 我想任何一個人在碰觸那個年代 一定 都有傷痕 那 可是就是 你去一直 去講它 一直去講它 就像 你去這個 德國 你去看那個猶太或者美國人 對 就是太多了 大家就一直在講這些仇恨 我覺得有點無際於私 而且越講越傷 越講越痛 然後 又要哭 然後又 我覺得哭過幾次把它哭出來 就好了 就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面對 而且說實在的話 可能願得恨的是我父母親 對我們來講 擁有一片這樣子的山 就孤零零的植樹 一個人家 我跟青山為伍 我跟藍天為伴 這都對我來講 沒什麼 沒什麼苦到 那 至於說這種裁風的天后 讓我對於 現在對於插花 我特別會插花 花 只要一草一木到我手上 我就能懂 是因為那個時代 就每天玩這些 然後還有就是 種菜 比如說 種菜我現在對於氣候 特別敏感 所以我從來沒有過仇恨 那我自己的父母親 我也沒看到有什麼怨恨 我覺得有愛情 有家人 其實 在處理自己的事情 別人怎麼說 也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 要說仇恨 大家都說不完 那就多兩點喜悅的事情 這好棒 其實當時我就看到她的所有的生活 對細節這麼的熟悉 然後這麼的能幹 我當時的感想就想 如果她們家沒有經歷過那個過程 那顧正秋任賢群 她是財政廳長的女兒 顧正秋這樣 我想這些事情 你大概過才會做 就是變成 不是不想做 而是不會做了 你知道嗎 就是她如果不是從小培養 所以當然不是說 每個人都需要經歷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需要經歷這些事情 每個人從小培養一個小孩 她因為要幫忙她爸爸去種草莓 然後她們要自己去提水 所以她從小也就是從事這些 很清楚的家裡頭的事情 然後在她的船家裡頭 她為了要派一個古老的照 有些人家找以前那種燒柴的照很少 她就發神經喔 就算是發神經嘛 她就在嘉義梅山那個地方 她就一家一家找 後來就真的找到有一個人 她有一個她想像中對的 傳承的那樣的一個照 就是要燒柴的 可是那個照也很黑很髒嘛 她就拜託人家老媽媽說 可不可以給我拍 人家說可以 她就花了一天一夜跟她的菲勇兩個人 就把她刷乾淨 就刷了半天 然後再來拍一張照 然後我後來問了劉振翔說 哇 你們搞這麼大的排場啊 剉邊什麼 到處去拍照 你們是幾個人 然後她就說 任翔 菲勇 還有我三個 所以永遠不要以為 你要有多大的財力 多大的財富 你才要做什麼 其實最重要是你有多大的熱情 那她種菜 講到種菜 我現在今年冬天可能很冷 那去年 臺灣北部 臺北下雪嘛 那我們都住在陽明山上 隨著緯度的不同 大家情況不太相同了 但是 大概過了文化大學 或是她家呢 或是我家呢 就全部都有下雪 那別人跟我說我家下雪 我還不太相信啊 然後我剛開始是晴天 剛能上面的時候下雪 就一堆人跑上去賞水 你記得嗎 可是那天是禮拜六 是我做文件事業週報 我要回家的日子 我通常從中天電視台回到我家 時間 時間 來做中天的採訪車送我回去 就是二十八到三十分鐘 我已經開了快要三個鐘頭 因為太多人上來上雪 那我就很火大 你知道嗎 我沒有太好的修養 我就在那邊寫寫給說 我告訴你們 臺灣有一群土豹子 沒有看過下雪 發了神經 怎麼下夜的去看冰箱就好了 這麼一點雪有什麼好看的 那跑到晴天剛 害我回家開車開了三個鐘頭這樣 那因為開車太晚了 我回到家已經半夜三點鐘了 我就呼呼大睡這樣子 吃了愛美藥睡覺 第二天醒過來打開手機 我就看到我們家的 我的表妹啊 家廖維俊就說 No 你們家有沒有下雪 我都是我的小名啊 因為我從小 人家跟我說什麼 我就說No 就是我的特色 所以我的初號叫No No 這樣子啊 我說我就說No 另一句話就說No 真的好多難搞 他說你們家有沒有下雪 我就把昨天我罵那幾個土豹的話 就重聽一遍給大家看 然後後來那個是陳瑞縣就跟我說 我欺負你家有沒有下雪 我們這裡也下雪了耶 那我就想說 哇 那每個人下雪 後來我就想看 我說我家 我就想說我先寫我家沒有 可是後來我看說不對啊 連陳瑞縣家都下雪 他家緯度比我還低啊 我就跑出去一看 我告訴你 我也成了土豹 好興奮喔這樣 怎麼會在我家陽台 有這麼厚厚的雪這樣 好高興啊 其實我在美國 那個雪已經看了幾千次了 可是真的下在你家 我就好高興 但他把我的九層哥也嚇死了 最後就凍死了 可是我就一直拍著拍照 然後還在那邊拍 最後還划了一家 所有的人買一米頭 任想跟素的人不一樣 我說有雪 喂 倩 你家不在下雪 我說有 他說我的菜啊 因為他的菜 全部都被弄死了 他 care 他的菜 因為他先生他們喝紅酒 他就覺得你們這些人 喝這麼多紅酒 他就拿紅酒香來種菜 所以他的整個陽台都種菜 他種很多很多菜 所以我繼續他家的時候 他家並不是種很多玫瑰花 跟你想的不一樣 他有幾個漂亮的大榕樹之外 他全部都是種很多青菜 沿路時接而上都是種菜 尤其他在搞傳家 我先生說 我們家只剩下一個消防通道 然後我們家好笑的是 他當時要傳家的時候 他們家就有雞 連我們都看到你們家的雞 他先生在他的新書 發表會的時候說 他好感謝 他沒有研究牛奶服 他比較可能會牽一隻牛回來 然後我就想讓先生說 還好他沒有告訴你 要怎麼吃一隻豬 會養一頭豬這樣子 他讓這個家充滿歡樂 然後他先生是住你的建築 是養人喜 所以他們設計桌子 他就有一個概念 他就要設計方的對不對 結果他就說不 中國人求團圓 一個家一定要是圓的 所以養人喜 因為他的堅持 就設計了一個特別的桌子 就是他們一家呢 算是恩愛夫妻的方法 就是他們是中間是方的 就是他的桌子中間是方的 然後旁邊是圓的這樣勸起來 我們家裝潢好以後呢 他就說要一個方桌建築師說 要在這個空間 要有空間的感覺 這個是一個方的桌子 我心裡在想 我的一個魚燒出來 給你這樣傳來傳去 不都冷嗎 我就說不行 中國人一定要圓桌 那我們就三個間沒有餐桌 就這樣混 彼此不從 我說我不要 我都不要 結果他就畫 這樣好不好 他給我一個方桌裡面 放了一個圓的轉盤 這很好 從此這個桌子 就變成很多人去copy 因為真的很好用 所以是方桌 外方內圓 對 外方內圓 所以這個 就是敵死不從這樣 問題想要看 如果說中文的一道菜 如果不是一個 在一個所有人的眼睛第一眼看 因為我們中文的菜是一道一道 不是scores 所以大家來share 所以大家的眼睛一定要同時看到 所以說一個長方形的桌子 來share 中國站 是一個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我去過很多建築師的人家裡頭 那姚瑞其實當然是台灣最好的建築師 可是他們家跟別的建築師是不一樣的 因為別的建築師都把自己家搞得像樣子屏幕嘛 對不對 那關船或是把他家自己很像 搞得很像西班牙廚房這樣子 可是他們家裡頭呢 就二樓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用跳一堆子 跳過乾隆 跳過雍正 跳過什麼東西這樣 跳過七零上 一堆一堆資料 整個二樓 然後呢 進到廚房上面 就有一大堆城裡 潔氣什麼什麼東西的 然後他們整個一樓呢 就是除了這樣的一個桌子之外 旁邊就擺一些很古老的東西 那客廳呢 我想他還維持給姚瑞的美感一點空間 只有客廳沒有被他弄得很特別啊 那其他的狗呢 他就有六隻狗 現在沒有五隻完好 就在外面家都非常快樂遊玩 我覺得他的家比所有建築師的家 都讓你們感覺到另外一個最特別的美感 就是那裡充滿了歷史 充滿了快樂 充滿了關懷 充滿了傳承 這可能才是真正的家 對不對 最後 有沒有同學啊 問最後一個問題 寡問給你們 有一個 我一直在 我們其實在Wordbox 對 誰誰誰 最負面 那裡有一位戴口罩的同學 謝謝你喔 謝謝你來亞洲大學與我們分享 然後就是在您的分享當中 我發現書中有很多的統整 然後搜集的資料跟這些 這些很多很多的素材 然後想問你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因為有聽說您的家 就是聖童的人也好像沒有很支持的 或是有嘲笑的那樣的一個音味 對 對 甚至想問香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搶啊 偷啊 什麼理由都來 我有一次為了要拍一個這個 茶葉的照片 那我想要一個視覺 我覺得我們的茶葉種類很多 所以我就原來想 就要很多很多格的東西 那結果 就跟劉正祥約好了 就一直找不到東西 然後就最後想說 那就用器皿中 可是我總覺得不對 那前一天晚上就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 又經過了一個店的一個櫥窗 我就看到那裡有一個抽屜 有很多格子 我就說這就是我要的 那時候已經晚上八點了 八點鐘 這個店已經要關門了 我就走進去跟老闆說 老闆 拜託這個 借給我 好 那個人就說 我為什麼要借給你 我就說我告訴你 因為我要拍我寫一套書 叫做傳家 這套書裡頭 有什麼 啊等等等等 我就開始 為了我的下一代 所以我什麼時候 我這個照片 一定要講 你這個剛剛好多 你這個放清茶 這個黃色的意思是怎麼那麼好 那那個人就被我講 都沒有辦法 就好好好欠給你 然後我就說 要不要押金 那不要不要 那也太煩了 那也煩了 煩的是 把人家攔到司機一半 然後呢 拍那個 拍那個 那個中國人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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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一個日本的早缸 就去林田口 然後關門 早缸 隔壁有一架下大雨 一請 那個就是這個 就是他來一個指吧 我就下了大雨 一口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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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給我 我幹嘛要借給你 然後毛的鑰匙 手都不開 我就開始站在那邊 又開始自鎮敲鳴 我告訴你 我要出買一套書 這套書叫傳家 臉於養生 就開始跟他 疲了鬧大我 他就好 借給我 最近是我們台灣的可愛 就是說 那他剛講去梅山 我就到處找煙聰 打開來 然後敲敲門 那不行 沒事沒事 然後 這個對了 你看 老闆我可不可以借你們家 然後他聽不懂 雞同鴨翔的過濾 也講不了你男人 然後雞同鴨翔講到那邊 我就說 我要跟你家 借你家白照 然後 然後 那梅山就是老 老先生老太 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歐浦就說 嗯 沒關係啦 借給我來了 他也搞不清楚什麼 就好好好 隨便利用 然後我就 過了兩天 我就帶著水桶去 他從地上開始搶 然後搶搶搶 然後再搶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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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減好的所有的那個 接紙就開始往那一天 那個 那個老闆 住在家裡的人 跟一個外人 就一直這樣 就說 當你的那個氣勢啊 強到你非做不可的時候 那人家是會折服的 那我的家裡的人 你說那些東西 叮叮咚咚咚 跳來跳去 就是我知道說 是寫給他們的啊 他們也知道我的利益 也沒什麼 只要 只要對你自己沒有什麼 是一個私心的什麼動作 其實你講給他們聽 你在幹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他可能的利益是什麼 對你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在台灣就是這麼可愛嗎 路上的任何一個人 我去問裡面的 什麼豬肉啊 應該幾分對幾分啊 這些東西 他們都會 我才講一句話 他們可能跟我講四十句話 我都來不及寫 所以這就是我們可愛的精神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 開啟這個頭 然後告訴人家 你在做什麼 像大部分的 你都會非常願意吃過 這就是我覺得 寫這本書 美好的經驗 你學到了沒有 就是你站在那地方 很快的講話 長達四五十分鐘 然後沒有辦法讓對方 有任何講話的空間 跟機會 他就會不得不答應 對不對 That's very important 就是先練習這一套 而且要充滿了誠意這樣子 你後來把人家家打掃成這樣 他們的感覺是什麼 非常高興 那個美山這個地方 對不對 他這本書的印刷 也把那個本來要幫忙他的老闆 好高興可以印他的書 一到快要哭出來了 秋雨印刷 不是不是 是永豐宇的印刷 永豐宇是 永豐宇 我以為是秋雨 是他的 有一天他們這個 何先何太太很嚴肅地跟我說 我要請你吃飯 我就說好 他就說吃了飯 他跟我說 你這套書太好了 我們決定不收你的印刷費用 跟紙張費用 就是他們都被感動了 就是說你今天再敘述的一件事情 都是一個我們其實 每一個人內心裡頭 都很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跟我說 不收 就不收印刷費用 他們有告訴你 他們的印刷過程中的困擾嗎 有啊有啊有啊 然後這還是台灣 那北京是印刷這個 我要的是秋香綠 講了半天 信用不出來 他們連印好了第一刷 全部印好了 結果那個綠不對 他自己就去銷毀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拉開來 很多要折起來 很多要弄來弄去嘛 所以那印刷廠 就快發瘋了 然後那些工人都快要罷工了 可是每個人就想 因為他每次一來就笑一句 我告訴你 我做這個 說說我的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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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都銷不銷 可是他後來也得獎了 他們是為了這個書的得獎 我們來把他們整一個 因為是中國式的這種現狀的 現代神話 一一拍照下來 還一一的化成圖表 然後在我書的背後 有說這套書怎麼偵裝 因為這是太難的事情 這樣沒有人這麼做 可是做了以後你就學會啊 所以他們也為了這個 也得了獎嘛 所以只要 心態度是對的 我想應該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對一件事情 有足夠的熱情 其實你會感動很多人 說服很多人 哪怕是陌生人 謊問是你的家人 對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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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我們 建成老師 以及 楊燕陳老師 跟我們 那麼英俊的一個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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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